上节课呢我们用10分钟讲了一些基本的操作和控制方法 让你的手听话 但是实际上你就学了10分钟 你的手不可能听话 所以呢你就还需要做一些案例才行 比如说我给大家准备这个案例 它的模型其实都是在shiftA里面那些blender内置线程的 但是呢你可以通过做这个案例呢 把整个3D的创作流程去感受一遍 让你的心里有数 那么一个最基本的3D的一个工作流程 它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一个最简单基本的3D的workflow就是建模 曝光 材质 渲染 很多情况下你上完材质之后呢 还会反过来再去微调一下你的灯光 这个先后顺序其实没有那么的严格 无非你后面学更复杂的建模 你的打光更精致 然后你可以上更高级的材质和多学一些渲染合成的知识 其实呢都是从这个最基本出发 这个呢其实就是第一性原理 就是当你觉得一个东西特别特别难 就信息很多 让你有点overwhelming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回归这个事物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把它先解构 然后再去解决 你会觉得轻松很多 就是马斯克也在用这个东西去解决很多问题嘛 就是我们在生活里其实也会遇到很多困难的问题啊 其实你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 太庞大了啊 你就回归它的本质 基本去看看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了 接到这个流程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开始做案例了呢 那先别急 我再跟大家快速说这个概念 大家也都才刚开始学嘛 所以我不会把这些概念讲的特别复杂 后面呢我们会用案例来加深和加强你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和运用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blender的窗口是怎么构成的 怎么用它的这个窗口面板的逻辑帮你提高你的生产效率 大家先看这个主界面啊 上去课讲了它是有四个面板构成的 关于blender的那个窗口面板 我想让大家记住两个基本 第一个呢就是它是可以换的 第二个呢它是可以拆分的 那可换什么意思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每个窗口面板的左上角 有一个小符号 这个符号呢你点一下看一下 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藏着四大类的那个blender的面板 有常规的面板 有做动画的面板 还有脚本的面板 还有些数据的面板 这些面板都是可以被替换的 比如说我点击这个 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图像编辑器 或者我把它换成一个跟这个一样的一个大纲的视图 或者呢我把这个属性栏变成一个脚本的一个视图 或者说你换成一个其他的这个面板去看一下 方式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其实这个呢就是为了让你理解每一个这样的窗口面板的 都是可以转换成其他的功能的 你理解了这个呢 你就能理解后面这些其他的标签 它其实都是从这些窗口里面转换过来的 比如这个建模的标签页和这个雕刻的标签页 它其实你看左边的这个大纲视图跟属性栏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工作区不一样 这个工作区在哪改呢 比如说在同样的这个场景栏这边还可以选择模式 我把它变成编辑模式 还可以变成这个雕刻模式 变成雕刻模式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就是跟我这个雕刻这个标签栏长是一样的 好 刚刚我们讲了这个面板的第一个特性呢是可替换 接下来呢 我们讲它第二个特性就是可拆分 就Blender 你可以自己通过一些方式去增加或者减少一个界面的面板 那怎么增加和减少呢 最简单最好记的方法呢 就是你把鼠标移到这个每个窗口的四角 等它出现一个加号的时候开始拉一下 你就会得到一个新的窗口 那怎么记呢 当出现一个加号的时候 你往别的窗口拉 你就能把它合并 比如说放在这个角上出现一个加号 你往这边左边拉 它就把它合并了 然后你往自己的方向拉呢 它就会把自己分裂 比如说这个 我往自己的方向拉 你看它分裂成俩 比如说这个 往对面的窗口拉 它就合并了 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你把鼠标放在这个分界线上 然后右键 出现一个垂直分割的时候就开始落动 它就会出现一个分割线 水平分割的时候落动 它会分割 其实这个 我觉得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个方法好记 就是拿加号 就是往自己的方向拉 它就分裂 往别人方向拉 就合并 这个多好记 有同学可能就慌了 你天他了 你把我的这个界面 弄成这个样子 怎么恢复 或者有时候你不小心 搞边一个窗口 那么怎么恢复 有一个方法交给大家 大家看它这个加号没有 我们现在不是把这个布局的这个界面 搞乱了吗 你可以点击这个加号 新建一个常规 然后新建一个布局的界面 你看没有这个就出来了 然后呢 你可以把第一个这个布局给删掉 然后呢 你把这个新建的布局右键 然后向前重排序 然后你看它也不就前面去了吗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001给删掉 那就什么都没发生 你又拥有一个全新的界面 还有一个就是按Ctrl加空格键 可以最大化当前的面板 再按一次Ctrl加空格键 它就恢复 接下来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Blender里面 有一些辅助你定位和导航的一些信息 我只讲四个关键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是你必须要了解的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是游标和原点 那游标是什么呢 游标就是中间这个红白相间的圆圈 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在这个阶段你就要知道游标的两个作用就行了 第一个作用就是游标在哪里 那么你新建物体就会出现在哪里 我们先来移动一下这个游标 怎么移动呢 你可以点击这个游标工具 然后你就可以移动了 在游标工具激活的状态下呢 就是你的鼠标点到哪里 然后游标就会跟到哪里 还有一种方法呢 是可以移动游标的 就是你可以先恢复到这个选择工具下 然后你shift加右键 然后这个情况下也是可以移动游标的 就shift的右键点到哪里 游标就会出现在哪里 好 这个时候我们shift A 新建一个物体看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猴头吧 你会发现这个猴头 就会出现在游标所在的地方 就不再出现在这个真中心了 好 我们shift的右键 把游标移动到这里 好 我们点击这个立方体 然后shift S 它会出现一个派目录 然后点击这个选中向到游标 你看到没有 它就移动过去了 好 我们点击这个猴头 然后shift S 选中向到游标 那这个猴头移动过去了 所以你看出来了吗 游标的一个大作用 就是它结合这个shift S 这个派目录 快速完成了一个模型的定位 那怎么把这个游标一回到中心呢 你可以shift右键去点 但是这样呢 会点的不太准 另外一个方法呢 就是你可以shift C 看到没有 这个游标就快速回到世界远点了 好 我们选中这个立方体shift S 然后把它移动到这个游标 走在地方就是世界中心 shift S 调查这个派目录 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协助你移动物体 移动游标的这种方式 这个后面我们遇到具体的案例 再来用它 比如说我们选中这个猴头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游标到选中向 看到没有 这个游标就会自动跑到这个猴头上去 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游标的第二个作用 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轴心点来用 好我们按住这个立方体G把它移动到这边来 然后我们那个shift加右键把游标移动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平时转的这个立方体呢 R的话它会自动默认是绕着这个圆点 就是这个黄色的点中心点去旋转的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轴心点变成游标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会绕着这个游标来转动 好我们回到这个置心点 等会我们再来细讲这个轴心点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讲什么是圆点在blender里面 你会发现每个物体都有一个黄色的点 然后这个摄像机有一个黄色点 然后这个灯呢也有一个黄色的点 那这个黄色的点呢就是圆点 你可以把这个圆点当做一个物体的一个CPU 然后它记录着这个物体的信息 因为在我们人看来这个场景里面好像有灯光啊 有摄像机啊 有各种各样的模型长的不同样子 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讲 它就是不同的数据点而已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话 你就知道一点就行了 这个黄色的点是圆点 好为什么要说圆点重要呢 我来举个例子吧 我们先shiftA 然后新建一个平面 然后s把这个平面拉大 然后呢我要让这个平面上长出一个树来 我们就用这个立方体当树吧 把这个立方体G 落到这个平面上 然后s把它拉长在Z方向上 sz把它往上拉长 但是现在这个圆点呢 正好是在这个立方体的中间 所以它在中间往两边生长的 那怎么去移动这个圆点的位置呢 我们可以点击这边这个选项 然后仅影响圆点 然后切换到1正式图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按照G 然后移动的就不是模型了 而是圆点了 然后这样我把圆点离到这个立方体的这个底部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记得要把这个选项里面这个仅影响圆点给关掉 否则的话你就没法移动这个模型了 然后outG 然后这个模型就回到这个世界终点了 这个时候你按照S 搜放就会发现 它就绕着这个圆点去搜放了 所以通过这个案例 你就明白了 圆点其实可以影响到一些搜放的位置 当然圆点还不止这些 好我们把这个模型挪开 我们把这个猴头的圆点移到旁边去 我们还是把这个选项指引向圆点打开 然后把G把这个呃 圆点挪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呃 选项给关掉啊 好我们先把这个平面删掉 X 好删掉了 我们像能够讲了G是移动 然后outG呢是清楚移动 就是物体会回到这个世界坐标的终点 好现在我们看到猴头是在这个地方 圆点在这个地方 我们outG一下 看到没有 圆点回到了这个世界中心 但是这个坐标呢 它跟着圆点走 但是它还是保持这个距离 所以你看了没有 计算机来讲 它就不认为你的模型在那里 它就指认圆点 我知道有的同学会说 你想这些有什么用 没有关系 在你这个阶段你无法理解的话 你就记住一点就好了 就是计算机指认圆点 它不管这个模型是高矮 胖瘦又没有拉伸 它就指认这个圆点里面的信息 很多概念的东西呢 你后面遇到案例了 你就明白了 所以先不要着急 好这边插一个题外话 就是怎么让你的鼠标更好用一点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滚动鼠标它放大缩小呢 它始终是以你的视图的中心为放大缩小的位置 你可以到这个偏好设置里面 把这个搜放到鼠标位置打开 这样的话你鼠标点在那里 然后它就会以哪个为中心去搜放 这样的话会极大的方便你后面做案例 比如说点到这个后头 它就会绕着这个后头去放大 好第二个设置呢 可能是关于你按着鼠标中间 然后摇望这个视角 它以什么为轴 我们现在呢 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点击这个物体 我们希望以这个物体为这个旋转轴 去观察这个视角 但是呢 现在的话 它好像没法做到这一点 比如说选中这个柱子 理论上 它应该按照这个柱子来旋转的 但它实际上不是按照这个柱子旋转的 我们可以点击编辑这个片号设置 然后我们把这个围绕选择物体旋转打开 这个时候你选择这个柱子 然后你按照鼠标中间摇望 你会发现它就是以这个轴为旋转的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后头 然后按照鼠标中间 它就以后头为旋转的 因为我突然发现3.5的这两个功能 它默认不是打开的 所以我还是让大家把它打开一下 因为它可以极大的方便 你后面的一些操作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什么是坐标系跟轴型点 刚刚讲游标的时候 我们提了一下轴型点 轴型点其实就是你找了什么东西转 好 我们拿这个立方体为例子吧 我把这个立方体记 然后移到旁边 然后按一下R 然后它默认的情况下 是按照它的这个圆点旋转的 那如果把这个轴型点 变成这个3D游标呢 它就会绕着这个3D游标去旋转 这个轴型点的下载菜单里面 还有什么边界框中心 置心点 各自的圆点 还有活动元素 那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把这些东西先删除 我们来新建几个模型 我们按着小键盘的7切到顶式图 然后Shift A 我们新建一个后头 然后我们GX 把它往这个左移动4格 你可以按着Ctrl 它有个吸附的功能 按着Ctrl E 它就会每一格动一下 好 我们Shift D 把这个后头复制一下 按着X 然后按着Ctrl 往这边移 往右移动4格 好 我们Shift D再复制一个 Alt G 移到终点 然后G Y 然后往下面移动4格 OK 这样我们就有三个后头了 分别对应着这个圆点 都有4格的距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九星点 先换成这个边界框中心 对于单个物体的边界框中心呢 其实就是它的圆点 就是它边界 也划出来一个框的中心嘛 那两个物体选中呢 然后我们这个时候按照R旋转呢 那肯定就是边界框中心 肯定就是它的终点了 对吧 好 我们选中三个后头 然后按照7进入顶势图 我们来观察一下 三个后头一起旋转的时候 它的边界框中心在哪里 OK 我们按R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三个后头转的时候呢 它的边界框中心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这个点 就是在第二个跟第三个交界的地方 那我换成智星 我们来看一下 R OK 智星明显往上走了一点 所以智星跟这个外边框中心 你可以这样理解啊 智星可以把它当成物体模式下 三个模型的那个重量的中心 就是重心 然后那个外边框中心呢 就是你拿一个最小的框子 把这三个模型的外边 全部框住之后呢 它那个物理空间的那个中心 叫外边框中心 大家大概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旧行点 比如说这个各自的原点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你选中三个的时候 同时旋转的时候 它按照各自的原点去旋转的 好 我们来看看活动元素 活动元素很好理解 就是当我们多选的时候 我们最后按照shift 最后选中的那个元素呢 就是黄色的就对 这个就是活动元素 这个时候你按照R 你看到没有 最后被选中的那个就是 九星点 好 在多选情况下 我们按照shift 再点一下这边的这个后头 那这个后头就变黄了 它就被激活了 这个时候你按照R 它就以这个活动元素为九星点去旋转 好 我们点击这个后头 它就按照这个来旋转了 好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 我们的九星点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讲那个坐标 坐标这里我记想两个坐标 就是全局坐标跟局部坐标 好 我们先把鼠标点到这个移动工具 它会出现一个坐标 就是方便我们观察和理解 全局坐标其实就是世界坐标 就是跟东南西北一样 它的上下左右呢 是固定不变的 就是Z轴就是上下 然后X轴呢 就是左右 然后Y轴就是前后 这个呢 就是永远不变的 就跟着世界走 局部坐标呢 也很好理解 局部坐标呢 是跟着物体走 就是每个物体在被创建的时候呢 它都自带一个局部坐标 就是你转动这个物体呢 它的XYZ也会跟着转 好 切换到局部坐标 这个时候这个后头没有旋转 所以说它的局部坐标 跟这个世界坐标是同一的 你GX的话 它其实也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我们把这个后头旋转一下 看到没有 它这个Z轴就冲着斜上方了 但是我把这个坐标系 换成全局坐标的时候呢 无论我怎么旋转这个后头 它的这个坐标系呢 都是跟着这个世界坐标走的 好 把它切换成局部坐标 你可以看到 我怎么旋转这个坐标系呢 就会跟着这个后头走 其实这样点来点去 坐标系实在太麻烦了 那我们在移动的时候 有什么快捷方式 可以快速切换局部坐标和全局坐标呢 比如说我们GZ 这个时候呢 它是按照这个局部坐标的 这个Z轴走的 好 我们再GZ 再按下Z 看到没有 究竟按两下Z 它就会切换到全局坐标 GZ第一次是局部 再按下Z 它就是全局 那如果你现在当前是在全局模式下呢 我们拿这个后头来做一个实验吧 我们把它先转一下 转一个角度 好 GZ 第一次它是按着全局坐标的 好 GZ 再按Z 看到没有 它就换成局部坐标了 那么密集就很好理解了 就是你按两次坐标之后 你就可以自由的在全局坐标 跟局部坐标去自由切换 好 本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本节课的主要内容都是一些界面的操作 还有一些重要的概念 可能稍微有一点啰嗦 但是这些概念真的很重要 不过如果你暂时还是无法理解这些概念的话 其实也不用太担心 你先给自己留一个小问号 等后面你在做案例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些问题的 给自己一点耐心 我们下节课再见 咱们下节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